美国武士在昨天稍见直吻做了回升 前一天大跌之后 今天稍见回神 回神小涨 道琼指数最后涨 幅度不到0.8% 上涨337点 回到43,000点大关 今天试图的从前一天 从爱斯莫尔的财报报告的压力当中 做回弹 道琼指数是上涨 但是43,000点还算是占上历史新高 那纳什达克指数小涨51点 幅度0.28% 标普指数上涨27点 幅度0.47% 而费办指数在前一天的大跌之后 昨天直吻反弹 虽然幅度不大 只有0.21% 但是利手在5155点左右 至少灰达的股价出现了回稳 看上科技股表现当中 灰达上涨幅度有3.1% 美光也涨幅近5% 还有包括了像是美超围 艾克尔呈现了支撑做了反弹 各股当中还有特斯拉 但是续跌的部分则是苹果 英特尔跟Meta脸书震荡有在做拉回 台股ADR的部分 昨天也看到做了回省止跌 台积电上涨幅度是0.19% 台积电的ADR上涨 期货业盘收平盘 收在1055块钱 不过昨天外资是卖超台积电1.6万张 卖超第四名 毕竟在昨天一开跌当中 外资不明就里就先卖再说了 通常外资反应都比较快 先卖再说 虽然台积电最后是开低走高 跌幅收敛的 还是被卖了1.6万张 卖超第四名 联电ADR收盘涨0.38% 外资昨天调节2.1万张 卖超第二名 日月光ADR收盘涨1.67% 外资昨天调节6000多张 而友达部分上涨幅度有1.36% 外资则是调节2800张左右 这是在昨天外资进出的ADR个股 但是说到了台积电 台积电成了今天全春的救星了 艾斯莫尔最新的财报 因为订单量跟展望都低于预期 导致重挫 市场就很担心 这也预告着全球半导体的产业前景 是不是不好 受到高度关注的就是今天台积电的法说会 法说会的说法 能够靠台积电拯救全春吗 那说到了这次法说会 成了所有投资人关注重点 因为今天影响的是 台积电到底会不会在今天攀上新高 法说会后会不会攀上新高 重点就是能不能够站稳 这个尖峰高点 外资法人的看法 还有包括国内法人的看法 怎么说特别对于台积电这次法说会的重点一把抓 上一次法说会说 以美元计算了 今年的营收成长幅度 大概会在24%到26%之间 底标比之前的21%的成长再上修 第三季的获利 还有第四季的财测表现 能不能够延续乐观的态度 是受到高度关注的 还有就是COAS的产能 今年产能是3.4万片 明年预计6到7万片 而在后年想要扩大到8万片以上 8月份还买下了群创南科市场之后 能不能够有效地帮助COAS的产能 达正 这也是市场法人关注的重点 再来就是先进制程 现在最先进是两奈米 两奈米制程在2025年要量产 A16制程是2026年下半年要量产 这两项的最先进制程的新进展 跟客户的订单下单情况 也呈现是这次法说会最让人重视的重点 其他的问题就是包括最近三星跟英特尔 可能对于自制晶圆的部分 做了一些说手 所以会不会外包给台积电 这如果会外包给台积电 在台积电能够挤注多少的订单 是市场关注的 工业电价调涨跟碳费要征收 对台积电的影响 这是成本的问题 还有这一次艾斯摩尔市井 明年的前景看法 台积电怎么说 还包括了海外设厂的最新进度 今天传出在日本媒体的报道 日本雄本二场说不定进展很顺利 年底就可以动工了 这是今天台积电 在半导体的一个相关观察当中 很重要的法说会登场 那说到今天外资进出了变化 外资昨天调节台北股市 密室站在买方的个股来看看买什么 那说到了买超第一名是印太 刚刚有提到黑悟空 还有包括现在呢 挥达的概念带动了印太股价 昨天成了外资大买第一名 一万九千多张 星光金 金元电 金宝 华航 长荣航 光宏 伟创 建汉跟扬明 有航运股 还有包括很多个别的题材个股 包括像是金元电 金宝 光宏 伟创跟建汉 这些个股反而昨天表现相对比较强 而外资卖呢 当然调节的部分是龙头全职股居多了 金融跟电子股 金融股是凯基金 台信金 中信金 电子股是联电跟台积电 另外呢 华邦电 华通 还有利基电也是站在卖方 再说到投信 投信呢 对台股继续站在买方 买什么呢 买国票金 红海 中信金 广达 国产 智贸 长荣 全新 元大高股席 还有金元电 这是投信的买超 再看到今天各大早报投版消息 说到是光通讯厂 联军最近股价呢 频频在高档震荡 而且剧烈波动 所以遭到警示股的这个列上 榜上有名警示股 应主管机关要求 他公布了9月字节获利 税后存益7800万 EPS 0.53元 比去年同期大增了 快要780% 所以呢 字节获利还不错 所以不枉为他的股价 在最近那么强势走高 机器人当红 罗生也公布了前8个月的EPS 有0.17元 罗生第三季走出 先前营运的低潮 单季的营收有9.96亿 计增率29.8% 8月份呢 字节税后EPS是0.1元 累计今年前8月 EPS是0.17元 后市成长动能是看好的 好 另外秦城 秦城呢 也秀出了GB200机壳 明年北美建的相关工厂 现在呢 也开始是跟辉达的 液冷设备 空冷系统的相关伺服器机壳 做合作 将会呢 积极扩大海外的布局动作 那当然呢 有满足美系客户的需求 也带来了题材力多 华硕的部分 在供AI伺服器 现在呢 跟超微 一起合作 系列处理器的伺服器出炉 展望后市呢 伴随着搭载 超微伺服器的新品上市 渴望替华硕 相关业务 再添新的动能 华硕股价最近 已经算是很强势的 AI 老AI股了 反而是老AI股当中最强的 今年的表现非常强眼 可以现形态去看 看到股价往600块钱 来做挺进 股价呢 是先行的 创下了新高的价位 另外呢 是维新 维新 这次 也在高峰会当中 展示了 辉达GB200 AI伺服器的 合作商品 也毕竟呢 现在专注最先进的 AI加速技术 跟高效能的运算 这股价的部分 最近呢 也有起色 日K连红 逆势抗跌 而麦格里证券 在最新出具的 亚洲个人电脑产业 研究报告当中说 个人电脑出货 今年的预估成长率 是由3% 降到1% 但看好明年 明年成长6% 看好的是广达 台积电 群联 跟普瑞 这四档个股 都给予优于大盘的 平等表现 好 再说到的是 新兴电子 也需要呢 跌升反弹 更多的利多刺激 新兴 加码5亿元 要扩厂 现在正式的公告 公司持续冲刺 下半年的营运 优于上半年的目标 反而看好 新兴在2025年的营运 渴望有谈升的空间 另外呢 是威盛 IC设计厂威盛 抢供AI商机 也迈入收成期 现在呢 是对于明年开始 有收取量产权利金之后 可能会带动 营收跟获利 再冲一波 再说到是协议机 协议机是冲床厂啊 美国的汽车 轮圈盖 跟电器产品的客户 订单增长 欧洲跟台湾的市场 都很稳定 目前在手订单超过20亿 订单能见度看到2026年 好 再说到金融业的部分呢 则是提到了 公股银行 房贷拉紧报 但是现在呢 深贷的人 还是大排长龙 财政部长 庄翘云昨天呢 到立法院进行报告 由于新清安带动了交易量 跟房价上涨 目前八大公股行库当中 兆丰第一张银 华南跟何库 这不动产放款比例 都超过了27%的警戒水位 显示呢 房贷市场紧缺的现象 短期难解 民众呢 还是申请房贷 排队在等待拨款 另外 今年的营收 今年的税收 优于预期 昨天财政部也说呢 已经超增了超过 1000亿了 那等于说 今年在这个时候 就已经超增 许多的税收 超过1000亿以上 是确定的 而立委关注的 金融营业税 是否要调降的问题 财政部长 昨天也首度表态 说呢 目前没有规划 要调降金融营业税 好 再说到的是 金融业的整并 现在确定就是 新兴病 股东临时会通过之后 新光银行的企业工会 开始担心 未来的工作权益的问题 在跟金管会 例行的年度座谈时 现在呢 金管会的主委 当面啊 是接到了陈情信 请主管机关 要协助来关注 台新金跟新光金 两家金控 在整并当中 对于劳工的权益问题 新光金控与台新金控 新兴病之后 还有难关要过 新光银行企业工会 学六号在全金联陪同之下 向金管会主委 彭金龙 递交陈情书 请主管机关协助追踪 两家金控 什么时候要启动 与劳房协商的员工 安置计划 每一项 不论是三年的保障 那留任要什么样子的 可能有留任奖金 或是留任的开窗的次数 或者是你要离开 你要有什么样子的离退方式 那你年职是五年以内的 十年以内的 十五年以内的 二十年以上的 要分别试用不同的制度 新兴病 台新金原本十一号 就要送件给金管会 却临时喊咖 外界分析 踩刹车 恐怕与新售增资 和异议董事 股东协商 以及员工安置等问题有关 工会十六号 也将陈情书递交金管会 强调目前为止 两家金控 并没有与工会商谈 任何员工安置计划的 具体内容 而金管会最新回应 不对个案表达立场 但是强调会按照 过往合并案例执行 新光金控 员工安置计划 也必须要经过 劳资协商才可行 并且要提供 相关的协商会议记录 给予金管会 那我们还会有理事会 会员大会 会员代表大会 我们会借由这个方式 那其实新光 一定要考虑新光银行 员工的年龄的组成 年资的组成 那再参考日盛的 参考大众的花期的 我觉得才能够去做讨论 那也要看看 台新金跟新光金 提出的版本吧 新光银行工会理事长 李孟廷强调 首先最深要解决的 便是安定员工纷乱的氛围 因为新光银 既新受董事长魏宝生 承诺会与员工充分沟通 但是员工至今 只等到两封八月底 以及十月中 对内部发出的公开信 希望后续新光银 拿出诚意 尽快完成工会 双方金控 三方共同坐下来谈判 以形成共识的目标 记者周庭玲 邱秋强 台北资访报道 提出尾文 台北资访报道 台北资访报道 报道 台北资访报道 台北资访报道